哈喽 大家好 我是齿男儿 很多朋友都知道齿男儿是特别特别喜欢骑马的 然后呢 今天听说在我们巴里坤的海字岩乡 有一位叔叔他是专门去做这个马蹄铁 就是马蚤 知道我们要订马蚤嘛 然后这个叔叔就是专门在这里有自己的一些机器 有自己的一些工具 练那种马蚤的 韩之沃普罗斯 你有没有练 二十年 哇 这位大叔就是做这个马蚤已经有二十年的经验了 然后今天也是很期待 这会儿他正准备要做呢 看 已经把火加好了 这是已经做好的这个马蚤 这是之前做好的 還有沒有 ab� Hawk? 你知道 第一就是 不信心 鞋 hablando Qu Tech 我要做出賣 我阿宋 到了 我們 14年 拜取 我 在二指 我 大叔在这一门手艺就能赚到9000块钱的工资 每天大叔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火爆的 因为本来我们巴里昆就是一个农牧业的这样一个小县城 而且我自己小婚会有闪电 还有一匹马我总共有三匹马 就是我这三匹马一般都会去就是订马掌 比如说很多马都要参赛呀 或者是平时骑行的时候 他都要有这个好的马掌 那么 但是这一种烤国是否不知了 这一种烤鸭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走过了 就是自己的烤鸭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家烤鸭的时候 就不让人家烤鸭的时候 就不让人家烤鸭的时候 你把我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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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我吃的 你把我吃的 我把我吃的 你把我吃的 我把我吃的 你看 这个蜂蜜是用的 就是防火的 之前我们的闪电 后蜜子上就用的 然后把我们家小黄狗 给剃了一脚 就把嘴皮给剃烂了 所以马蹄铁有些时候也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不能随便到 这个马的后面去 你怎么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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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也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只要这个人穿的鞋好呢 你走的地方就会更远 其实这个马作为我们的交通工具 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我们还是要给他 在这个马蹄子上 定上这个马蹄铁 好的马蹄铁就相当于是好的鞋子 知道了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